男人不甘示录,立马回击一拳,当场将女孩打晕在地,他们此间从未见过面,只是一次揭晓的相遇,两人便互相殴打起来,男人名叫湘薰,三十多岁单身汉,平时没啥兴趣爱好,就喜欢抽烟喝酒和打人,打完男人打女人,吃个饭一言不合就动手,接边遇到警察不顺眼也开打,这天是湘薰父亲出狱的日子,他站在家门口徘徊,过了一会他推开门,对着父亲就是一顿暴走,对于他来说,父亲的存在就是噩梦,湘薰还小的时候,一次夜里, 父亲对母亲拳打脚踢,眼看快把母亲打死,妹妹赶紧叫躲在角落的湘薰去阻止父亲,他害怕的坐在原地不动,妹妹自己冲进了房间,可没想到,却被父亲手中的刀刺伤,等湘薰把妹妹送到医院,却被医生宣布死亡,母亲也在赶去医院的路上,被车撞死了,湘薰失去了两个最爱的人,他恨透了父亲,也因此变成了一个性情暴躁,喜欢使用暴力的人,他和朋友开了一家高利贷公司,平时收款靠的就是暴力,倒也符合他的爱好,他也以此作为发泄 感觉情绪的途径,湘薰还有个同父一母的姐姐,看着离婚的姐姐独自带着侄子,他不忍心让两人受苦,每次发了工资,他都把钱给了侄子,每次姐姐挽留他吃饭,他却装作一副冷漠的样子,还满嘴道疏口,听见侄子的朋友们嘲笑他没有父亲,湘薰立即买来一堆银食,在侄子朋友面前假扮他的父亲,还陪着侄子一起聊天谈心,湘薰走在巷子里,朝着旁边吐了一口痰,没想到却吐到了小粉的领带上,小粉转头,恶 狠狠的看着湘薰,让他要给个说法,湘薰没说话,伸出手准备给小粉擦一下领带,没想到手却碰到了不该碰的地方,小粉当场暴怒,翻手甩给他一巴掌,湘薰也没犹豫,直接一拳把小粉打晕过去,等小粉醒来,发现湘薰还守在一旁,于是两人约着去哈啤酒,还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,自那天起,两个孤独的灵魂开始有了依靠,回来舅舅这个可怜的女孩,每天被糊涂父亲辱骂,还得忍气吞声,前一秒还在吃� 下一秒桌子就被父亲掀得四脚朝天,小粉父亲已经失去了理智,拿着刀底栽了他的房门外,吓得他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声,小粉也有一个糟糕的原生家庭,母亲被收债的人乱刀砍死,父亲因为参加越战神志不清,经常暴怒,他的弟弟经常找他要钱,不给钱就开始动手,湘薰被父亲的存在弄得崩溃,时不时就想给父亲来上几拳,姐姐约湘薰吃饭,劝他多回家看看父亲,毕竟是亲身父亲血浓于水,但湘薰却说想把自己的血全部还回去,刚吃完饭, 湘薰回到父亲家,对着他又是一顿暴走,这次却被侄子看见了,那天以后,侄子对湘薰十分冷淡,无论湘薰做什么,他都低着头不说话,有一天,湘薰和朋友喝酒,朋友也劝他和父亲好好相处,接着酒精的湘薰火气更大,说什么也要回去干掉这个麻烦父亲,可当他推开门,父亲躺在地上不省人事,等他走近一看,父亲已经割腕了,他崩溃了,背着父亲就往医院赶,到了医院,今天需要输血,说什么也要把自己的血抽给父亲,另一边的小粉也不好过,家里 一乱做一团,还被父亲拿包威胁,夜晚等父亲睡下,自己才算清静一会儿,他接到湘薰的电话,立即答应去见面,两人安静地坐在湖边,彼此都没有说家里发生的事情,湘薰靠在小粉的腿上,忽然捂着眼睛大呼,小粉也崩溃了,两人依偎着痛苦起来了,这天,湘薰准备出门收债,朋友告诉他来了一个新人,让他带一带,这个新人恰好是小粉的弟弟,但湘薰并不知道,湘薰带着他去收债,看着如此暴力的场面,他站在一旁不敢自身,连动 湘薰也不敢动,湘薰气急败坏,在收债回去的路上,对着他扇问及耳光,他满腔怒火,但又不敢对湘薰还手,回到家以后,他把借张千元给了小粉,自己便躲回了房间 男人前一秒还对着父亲乐于相向,因为自己是个孤儿,下一秒看见躺在病床上的父亲,却扒开自己的袖子,说什么也要给父亲出血,因为上次殴打父亲,被侄子看见了,侄子苦喊着劝说湘薰,让他不要再打爷爷,湘薰看着侄子天真可爱的脸,内心无味杂沉,湘薰在于小粉的一天天相处中,渐渐感受到了温暖,对于父亲,也许他永远不会原谅,但他在学着慢慢释怀,几天以后,湘薰找到朋友,告诉他自己干完最后一单,再也不干了, 朋友告诉他,自己也不想干了,每天在刀口舔削的日子过怕了,打算退休后开一个烤肉店,湘薰听到朋友有了安排,也为他高兴,并邀请他去观看侄子的演出,还说介绍小粉给他认识,侄子标愿这天,湘薰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单生意,他带着小粉的弟弟来到一户人家收战,看着眼前的男人带着两个孩子,湘薰瞬间心软了,他告诉小粉的弟弟,今天这家先不收了,可没想到,小粉的弟弟发疯一般,直接朝欠借的男人踹了过去,将他安在地上打起来,湘薰 湘薰在一边喊了半天才喊停手,这边才喊住了手下,那边的男人却朝香薰扔过来一个砖头,当场砸得香薰头用眼花,但他不像从前那样暴力还手,而是带着手下离开了,香薰捂着受伤的头在前面走,鼻子突然流血,他想回头找小粉的弟弟拿一张纸,没想到却被他一斧刀砸倒在地上,看见香薰坍倒在地不能动的,小粉的弟弟开始拳打脚踢,疯狂地朝香薰眼上打过去,过了好久,他才发现香薰已经奄奄一息,这时候,小粉和朋友已经来到了侄 好看